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麦拿小管 今天是由海天好友赞助的好好吃特技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嘛 所以今天教大家在家做一个清汤的牛肉火锅 在做火锅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要煮个汤底 汤底用到了这个牛骨和牛尾 牛骨牛尾大概差不多都是300克的样子 然后先去焯一下水 煮沸之后就把这个牛尾还有骨头 直接挪到另一个汤锅里头 然后重新倒入干净的水 放入葱段和姜片 然后盖上锅盖小火炖糖 你需要小火炖至少两个小时 在炖汤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的锅盖是这样有凹下去的话 在上面加一点水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个水在炖汤的过程中 它会挥发嘛 然后它会带走一部分热量 这样让你锅里头的温度能够比较均匀 同时也能够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适合炖汤的温度 这样能够帮助这个汤的味道炖得更香 如果你锅盖没有凹下去的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个盘子在炖锅上也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做牛肉丸子 你需要屏幕上这些材料 首先来切一点姜末 下面就是准备那个手工的牛肉丸 在做丸子之前你要先把姜末和花椒泡在这个清水里面 这是一会儿给那个丸子调味用的 下面就来准备牛肉 牛肉丸要用这种特别瘦的肉啊 我今天用的是牛的这个屁股上的肉 或者用牛腱子也行 但是牛腱子有个问题是它里头那个筋特别多 然后我们做牛肉丸的时候 像里头这种白色的筋都要去掉 只留下纯的肉 尽量去得干净一点 可以留一点点没有关系啊 但是就是尽你所能地把这个白色的筋膜的部分去掉 接着再把这个瘦肉切成小块 一会儿我们要放到搅拌机里头去搅成肉里的 所以现在你尽量把它切小一点 一会儿你可以减轻一点机器的负担 肉切太大块儿放入搅拌机的话 机器很容易会过热的 现在准备来打丸子了 把刚才切好的肉放到搅拌机里 打一会儿之后用这个刮刀稍微刮一下 打肉的时候一开始速度不要特别大 因为可能这个肉里头还有肉筋的话 它会缠住下面的刀片 如果一旦缠住刀片的话 会让这个机器有过热的危险 所以一开始小心观察一下 确定没有这个肉筋缠住刀片的时候 再把速度往上面提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肉已经基本上是肉泥的状态了 在里头我们现在加点调料 加一点盐 差不多两克吧 然后白胡椒大概一小勺的样子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泡过姜蓉和花椒的水 还记得吧 我把那个水过滤了一下 只留下水就好了 加入大概50毫升的水 然后继续来搅拌 一直搅的肉泥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均匀的状态了 现在再往里头加一点这个土豆淀粉进去 差不多加一大勺的样子吧 接着再继续把它搅打均匀 搅成这样非常均匀细腻的 这个粉红色肉泥的形状就可以了 现在打好的肉泥呢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先放到冰箱去冷藏一会儿 因为现在肉泥的温度还比较高 这个刀片在转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热量 你把它冰一会儿之后 这个肉质会更加紧实 因为我们准备火锅过程 还有很多步骤后面 还要准备一些配菜 所以现在就趁这个时间 先把肉泥拿去冷藏一下 现在汤已经在炖了 肉在冰箱里头 趁这个时候来准备一下配菜 大家可以随便按照自己的喜好准备 你要吃火锅的配菜 我自己是蛮喜欢加山药 还有莴笋这些进去的 莴笋的这个叶子 其实也是可以烫火锅的 接着再准备一点白萝卜 接着再准备一点白萝卜 然后切成这个比较窄长的滚刀块 下面再来准备一会儿要涮的牛肉 你可以自己用手来切 如果要切的话 你可以选用比较大块的牛腱子揉 或者是牛排都行 像牛腱子这种 它肉质比较紧 所以你要切尽量薄一点 牛肉一定要逆纹切 然后现在这块肉是一整块的稀冷牛排 你可以尝试不同部位的牛肉 一般来说稀冷的牛味会比较浓 然后牛腱子它的肉质会比较紧 稀冷会稍微嫩一点 然后还是和刚才一样 这样逆纹的切片 当然你要是懒得自己切肉的话 也可以买这种超市里头 就帮你切好的肥牛片 不过这种肥牛片它一般都是比较肥的 里头有那个大理石的这个脂肪的纹路 然后自己切的呢 你可以选这种瘦一点的稀冷牛排 或者是牛腱子 就是不同的部位的肉它的肥的程度不一样 然后味道其实也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现在刚才已经冷藏好的肉 拿出来放到这个大碗中 然后把这个肉泥再摔打几次 可以让它口感更加弹牙一些 好 现在准备来搓丸子了 在搓之前呢先把你的手沾湿 然后放一坨肉胶在手心中 然后挤出一个丸子来 放到旁边 现在不圆没有关系 那一会儿可以再搓 然后现在再把这个丸子给搓圆一点 一样是你手上如果怕粘的话 可以把手粘湿就好了 现在这锅水烧沸之后呢 先把火关掉 让这个水温保持在快要沸 还没有沸的温度下 把丸子下锅 慢慢滑下去 现在保持它的形状 然后重新开小火 小火差不多五分钟 看到丸子都浮起来就好了 煮好的丸子沥干水 下面再介绍一下 我自己喜欢的几种蘸料的做法 现在开始准备各种调料了 首先来切一些搭配用的芹菜 接着再把小葱切成细葱花 然后接着切点成细葱花 接着是香菜 最后就是蒜头压一点蒜蓉 接着来煮一个香味的酱油 先放几个海米 倒一个小锅里 倒一点点水进去 然后倒一点生抽 开小火炖煮个一两分钟 让海米的鲜味能跑出来就好了 接着再倒一点蚝油进去 拌匀关火 现在煮好了 鲜味的酱油可以来拌一下调料了 刚才准备了一堆配菜 有芹菜末 葱花 然后香菜 接着呢喜欢辣一点的 还可以加点这个朝天切的辣椒碎 最后再加一点蒜蓉 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蛮适合 蘸牛肉吃的一个鲜味的酱料 然后其他的酱料呢 你还可以选用 一个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沙茶酱 沙茶酱里头你可以 加一点这个腐乳进去 再淋一小勺香油 然后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加各种你觉得合适的配菜 我是很喜欢加这个芹菜末进去 然后第三种就是这个基础的芝麻酱 然后加一点蚝油进去 然后再加点香菜 喜欢吃辣的再放一点这个辣椒油 下面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三种这个酱料的搭配 下面就可以来吃火锅了 现在把刚才炖好的汤底拿过来 汤已经非常浓郁了 汤转移到火锅里头 也可以再放几头牛尾进去 再把刚才切好的萝卜放进去 在汤底里稍微加点盐 好了 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吃火锅了 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评论转发 头一蜜头香蕉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还没好 再来我再和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